今天到康复医院,体验一下外骨骼机器人。 我自己上不去,需要康复老师拉我一把。 八年前,因为一场车祸,导致我颈椎受伤,我的腰部没有力量,一直在往下掉。 坐好后,康复老师帮我把绑带绑好,刚开始还不适应,心里还有点紧张。 康复老师反复确认,机器,绑带,腿没有问题,才准备开始站立。 八年没有走路,已经忘记走路的感觉了,这一刻我心里很复杂,腿动不了,不自觉用胳膊撑了一下。 终于站直了,这一刻眼眶有点湿润。 妈妈为了留下我走路的样子,一直在帮我拍视频,旁边有很多爷爷奶奶也在拍我, 可能也觉得我走路的样子很精神,替我高兴吧。 虽然大夫说我以后很难自己走路,但只要不放弃,我想会有奇迹发生的。